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 近年來網路資訊發達 公務門也開始運用大數據做分析 藉此了解該提供什麼樣更適切的服務 那大家會好奇 在新莊、泰山、湖谷、林口 這四個行政區裡面 有哪些地方是購物圖的最愛嗎? 根據資料統計 近一年來買賣案件量前三名 第三名是 新莊區中原段 中原段位於頭前重畫區內 大致位於思源路以東 以及新北大道跟畫城公園之間 且臨近捷運新北方撞線 第二名是 湖谷區方舟段 方舟段位於周子良重畫區 前區內要開64線經過 交通十分便利 第一名是 林口區例行段 例行段主要位於文化北部以東 中校路以北、中山路以南 區內還有林口第二運動公園及頭湖國校 開車至國道1號及機場捷運 平均只要十分鐘便可抵達 看完了以上的買房熱點 是不是也心動了呢? 你知道如果購物時要貸款 也要到地址出所辦理登記嗎? 根據資料統計 近一年來有兩成的民眾 自行辦理抵押全設定案件 更有高達六成的民眾 自行辦理抵押全圖銷唷 那如果你也想自己辦理的話 你怎麼做呢? 與銀行簽訂契約後 帶著雙方引用印的登記申請書 契約書儀式兩份 申請人或代理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印章 以及土地借務純狀 就可以到地址出所辦理囉 收件時還需繳交登記費、書狀費 同時也可以留下手機號碼 結案時便會以簡訊通知你 這時領回案件 就可以與銀行進行後續撥款 提醒大家 與銀行簽訂契約30日內 必須完成以上抵押全設定案件 否則會有罰還 若是無法親自辦理 要記得選加入公會的合法地證室 幫你辦理喔 若想要辦理轉貸或是以還清貸款 那要怎麼將抵押全圖銷呢? 只需要攜帶銀行合法的 抵押全圖銷意書 他項權力證明書 以及你的身份證明文件 到地證書所就可以隨到隨辦喔 是不是很簡單啊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留下你的讚和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會歡迎 Dickinson